前几天 王师傅要给一家供货商结算货款 粗粗核对了一下店里账目 结果发现少了几十万 王师傅女儿的微信账单显示 她用在游戏充值上的钱超过16万 主要用在两款网络游戏和一款游戏陪恋软件 王者荣耀上购买点券花了五万六 梦幻炫武OPPO版上充值花了十万五 游戏陪恋软件上花了五千多 消费时段从今年二月持续到十月 王师傅的女儿初中毕业一年多 没有继续读书 从山东老家到杭州跟父母一起生活 用的手机是父母给她买的 姑娘承认她注意到母亲微信上 每个月有上百万的收入后 就想到了用母亲的微信给自己的微信转账 但是我以为都是自己家的钱 转点钱玩玩游戏干什么的 开头转数字不大啊 对 两千左右 二维码扫码付款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家里不是卖菜什么的 二维码收款付款 那就想到这个办法了 对 那你满满的手机密码你知道吗 知道 呃 它微信支付密码你知道吗 知道 就是玩游戏抽奖什么的 就是数额又得太大了哈 就转了就得大了 十多万用在游戏里吧 嗯 还有二十多万你花哪儿 就是生活用品上 出去玩啊 买衣服啊 鞋包之类的 就是买鞋啊 吃一双嘛 每双价格大概多少 都是两三千左右 他我们说的都是在屏比多人上买了啊 几十块衙衣服呢 就像我们大人穿的鞋啊 都不超过两百 姑娘说 刚开始自己还是有点害怕的 但看到母亲一直没有发现 威胁里少了钱 胆子就越来越大了 其实一开始挺矛盾的 但是就是 一时冲动 就转 你就中间有没有想过跟妈妈说实话 想过 但是没敢 转完照他很聪明的 然后把这个转照的记录给删掉 然后我们每天早上四点钟 就开始从家里面来着 就忙着生意 一半忙到晚上十二点钟才回家 夫妻俩商量了一下 女儿用来购物消费的二十多万 肯定追不回来了 考虑到孩子还没有成年 用在游戏充值上的钱 可能还可以追回来 她已经向那款游戏培链软件的 在线客服进行申诉 记者联系了两款游戏的公司客服 游戏的一个充实问题的一个反馈的 现在的一个问题的话 还是在处理当中 是在三个工作业内进行回复的 我看到工作人员 他的一个答复是 户口也没有身份证的号码 这边是需要补充父亲的一个身份证 以及孩子的一个出生证明 他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机会把这笔损失追回来 那当前的话 也是看到他的这个金额是比较大的 那后续的话 我会把这个情况进行相应的一个反馈 王师傅说这件事给他们的感触挺多的 夫妻俩在外打拼十多年 以前很少有机会和女儿在一起 最近一年多 全家人才开始一起生活 在老家那年了 然后他都是他奶奶带 然后我们从来对这会儿吧 平时接触有什么 接触不多 你喜欢一个什么东西 如果家里能够承受的 那你就跟妈妈明说 如果说家里现在金条件 还到不了这个程度的 那以后你自己赚钱吧 嗯 腰包红剑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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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